湖北京县千年楚国大墓 整整动用了两万多人参与挖掘 墓穴规模之大可以说屈指可数 更是出土了三千多件国宝 并且在挖掘工程中 专家还发现了在墓中惨死的摸金校尉 那么这座古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在千年前如此兴师动众 为自己修建墓葬呢 墓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神经百战的盗墓贼也惨死其中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1986年湖北省京门市 打算修建一条铁路 当时为了保证施工能够正常进行 工人们先根据规划的线路 进行前期勘探 没想到却在包山附近 发现了一个大洞 这个洞看起来不同寻常 经验丰富的师傅越看越学的向盗洞 于是就把情况上报给相关部门 而考古队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先往 确定这个洞就是盗墓贼留下的盗洞 然后就对盗洞周围进行了一番勘探 发现这包山底下还真有古墓的存在 并且还不止一座足足有五出墓葬 专家按顺序为这些古墓编了号 并且对二号墓抱有极大的期待 因为在这些墓葬中二号墓的规格最高 专家查阅了不少相关的历史记录 在结合距离包山不远处的四座古墓合理推断 这个二号墓应该一是楚国的贵族墓 但是对于墓主人是谁却依旧没有头绪 而且最让专家感到心凉的是 他们在勘探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好几处盗洞 最大的一个道洞直径甚至有三米长 里面的文物还不知道被糟蹋成了什么样的 看到这种情况专家立即进行抢救性挖掘 没想到这包山看着不算大 但是几百人的队伍一起下去挖 整整挖了一个多月都没挖到墓葬 专家看着这十米多深的大坑陷入了沉思 毕竟这么深规模这么大的墓葬 在考古史上确实很少见 难不成这还是个帝王墓吗 专家这回直接出动了专业的仪器检测 根据数据推测 古墓最少有18米深 眼看着挖掘的工程量越来越大 专家们再次商议了一下挖掘的方案 最后决定把附近的村民们也招募进来 和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古墓的挖掘工作 总的算下来这次动用的人员 足足有两万人次 而且越挖专家越感觉墓室的规模超乎想象 经过半年的分战古墓的轮廓 逐渐显现了出来 这个二号墓属于副斗形墓 所谓的包山就是它的封土堆 下面则是一个倒扣的梯形共有14层 墓葬坑成甲字形长和宽都超过了30米 深度更是有19米之多 整体看起来甚至雄伟庞大 可以说是考古市上规模最大的楚国墓葬 并且考古队员也在挖掘过程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是一位男性 身边还有一把铲子和麻绳等工具 看他的装扮 应该是一个唐代的摸金校尉 只不过运气算不上好 虽然找到了大墓 还顺利进了里面 但是却永远也走不出去了 专家对其死因也进行了推测 当时进入这个墓葬的盗墓贼 应该是一伙人 只不过他们也没料想到 墓是被埋得如此之深 挖到洞的火只能接力干 专家目测这处倒洞 已经挖了有15米深了 湖北挖出千年楚国大墓 专家动员了两万多人参与挖掘 更是出土了3000多件国宝 而且在挖掘工程中 专家还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竟有摸金校尉惨死在古墓中 那么这座古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墓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神经百战的盗墓贼 也惨死其中呢 再十一把劲就能进入墓室了 却在这时发生了意外 这个盗墓贼因为缺氧丧了命 其他的同伴也明白 这处墓葬不是几个人就能搞定的 最后迫于无奈只能灰溜溜的走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让专家震惊的事 那时他们已经快要挖到墓室了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保存完整的面积 尽管经过千年岁月的侵蚀 上面的纹路依旧很清晰 就在考古队员兴致勃勃地准备在墓室打探洞时 刚把土壤挖开里面就有一股气体猛然涌出 正好当时另一位工作人员在点火放烟 这股气体立即被点燃了火势猛烈 幸亏在场的工作人员反应及时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专家对这股奇怪的气体很感兴趣 他们推测这应该是找气 而其出现在墓室中就意味着 墓室的封闭性很好里面没有遭到破坏 在打开墓室进入之后 专家就被墓主人的豪气狠狠震惊了一把 整个墓室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中间放置的是墓主人的棺果 剩下的四个区域就都是陪葬品的存放住了 专家调用机器 把墓主人的棺果调出来 然后就被棺果保存的状况震惊了 这是一种一棺三果的制式 最中间的棺材被外面三层的果木围着 这种规格在当时极其高端 虽然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 但棺果上面的猪气依旧色色鲜艳 完好的就像刚刚下葬一样 专家还仔细研究了棺果上的图案 发现一共是九组四龙四风图 并且这些图案使用了金漆 银齐猪气黄漆等多种颜色 除此之外墓主人的陪葬品 也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出土的漆气各个颜色艳丽 做工精美 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技术的限制 这些漆气暴露在空气中后很快就氧化了 原本鲜艳的红色也变成了暗红色 当然青铜器淘气还有各种浴室是少不了的 据专家统计青铜器一共有19个 要知道在当时青铜器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墓主人能把如此多的青铜器陪葬 可见其身份地位的超然 而最让专家惊喜的是 他们竟然在墓中发现了一幅连环画 这幅画会在盒子上比出生动流畅 把当时贵族出行的场景 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 还有一组凤鸟双帘特别吸睛 一般来说这是在古代洞房花竹时使用的 新婚夫妻用几盒浇杯酒 杯子采用飞鸟的造型上面还有竹鸡彩绘 寓意着夫妻和睦比一双飞 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找到了一张折叠床 这几乎能称得上是最早的折叠床了 使用的是全木运用毛损结构 折叠起来看着只有60厘米 但是一展开足有两米长 把方便携带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最让考古队员们兴奋的是 牧师中还有大量的竹简文献保存了下来 上面的字迹清晰可变 记载了当时楚国的司法祭祀礼仪等内容 湖北京闲千年出国大幕 规模之大超乎想象 专家甚至动用了两万多人参与挖掘 更是出土了三千多件国宝 最为诡异的是竟有摸金校尉惨死墓中 那么牧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也让专家对墓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了 他们小心翼地打开棺谷 发现里面的尸骨已经腐烂不堪了 不过目色墓主人的身高大概在一米七 关内还有很多用于仿佛的器具 比如一些玉璧环等 最后专家还是通过对竹简上的文字进行解读 再根据墓中出土的一把配件 终于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 原来墓主人名叫昭佗 在当时是楚国的左隐地位与丞相相当 可以说是楚国位居第三的人物 这倒也能解释 为啥此处墓葬如此豪华了 最后专家对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 发现文物数量高达三千多件 包揽了考古历史上多项第一 而这座古墓的县市 也解开了大量楚国的秘密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